掌握财经市场脉动 找到成功致富关键 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 分析师精准的眼光 带您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 让您轻松成为股市长胜君 致富关键就在理财 本节目由News98与理财周刊 共同直播 轮源 严义民 急如风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稳操胜券 轮源投顾严义民首席分析师主角 109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10号 欢迎进入好朋友 持续收听的是我们News98 98新闻台 进行节目每天下午3点 投资理财王 我是奇珍问候大家 台股在台积电的激励之下 大涨了 433点 直数来到了23487 成交量的部分 也放大来到了4849亿 这还没有包括盘扣 既然指数涨幅来到了1.88个百分点 但是贵买指数的部分 却是下跌了1.13个百分点 如果掌握到的话就很开心 如果不如预期 今天可能有的在哭哭 在细节上到底怎么来看 怎么做呢 接下来的专家老师 也带来了亮晶晶的股票 赶快邀请轮延投顾首席分析师 严明老师 老师好 又是98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 我是轮延投顾 首席分析师严明老师 那很高兴的 今天的一个台股 延续老师之前 跟大家讲的多头格局 没有改变 那周KT的部分进行 所谓的两红夹一黑 在本周 在本周的一个黑线形态里面 今天的话又再创了一个 波段的一个新高 那未来还会被大涨 那我的看法是没有问题 未来还是会大涨 但是涨什么样的股票 那就要麻烦大家好 把今天的节目 节目稍微的要听得清楚一点 那就像我之前跟大家所谈到的 那为什么现在叫做多头的格局 那其实这个基本点的话 我们就是要看 最基本的六日线跟十三日线 有没有进行黄金交叉 那第二个的话 它有没有站上所谓的 五十二日的一个均线 那形态上面有没有突破 到底是由哪些主流股 来做出一个带动 其实我们从今天盘面上面 电子股的一个部分还是一样 上涨了2.4% 也是领先大盘 那今天有两个族群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弱的 就是传产的族群 包含钢铁跟航运 那由于资金的一个比重 回到所谓的电子股 所以说钢铁的一个 今天股价表现还不错 那领先的股票 包含这个中钢 春圆 跟所谓的风心钢也好 那春圆 春雨的话 这些股价的话 在今天钢铁股里面 是属于一个比较强的 那运输类股的部分的话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阳明是持续上涨 万海的部分是震荡整理 包含中贵的一个部分的话 它有小幅的一个拉回 但是目前为止的话 仍然是属于一个多头的一个格局 那今天唯一有变化的 就是要看到金融股 金融股的话 今天上涨1.3% 那在金融股的一个走势里面 金融股今天再创了 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那今天的一个日KD的部分 造成了金融股的话 一样是属于一个两红夹一黑 今天的话正式突破 其实这个跟大盘周KD 非常的类似 那我认为目前为止 金融股的一个走势 在第四季而言的话 它是最有机会在下个礼拜 它会再创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那如果说大盘的一个部分 我认为今天大涨了433点 其实大家都知道今天上涨的最大工程是谁 我们来问一下奇珍 当然是台积电 台积电 那今天的其实报章也好 杂志也好 包含这个小道消息 今天讲的清一色 都是所谓的台积电的一个消息 我帮大家总结一下 无非就是说 它的毛利率接近的快要60% 双利双升以外 那对于2奈米跟3奈米的一个部分的话 它是未来是非常看好的 包含AI的一个商机 目前为止是供不应求 那最主要的话 还是要回到COAX的一个部分 目前为止的话 它的技术也是领先到全世界 所以说大家现在对于台积电的一个看法 那非常非常的极端 大家都认为它很好 非常好 很优秀 非常优秀 什么形容词都出来了 那其实最大的一个就是说 它业绩财帮好 它的股价在今天最高来到1100块钱 那所以说大家都对它 非常有大的一个期待 但是反观我们之前看到台积电 如果股价它没有涨 它是回档修正 大概在813块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比较没有人看好了 对不对 其实股票操作 林老师在节目里面常常提醒大家 你对股价操作 有时候要非常忠心的去看待它 你站得越高 有时候可以看得越远 那如果说你只有这个着重 眼前的一个利益的话 那后面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商机的话 就没有办法 让你知道 那当然我刚刚在这个 上节目之前 我跟吉正稍微讨论一下 这个台积电的一个未来 那当然这个法人机构 目前为止都看好了 那有的看到1500 有看到1200 那会不会有人看到2000块 那我认为看到2000块的 这个所谓的外资法人也好 这些所谓的分析师 我觉得他们眼光是非常非常的独特 如果说按照这个产业的一个 基本面的一个形态 跟获利的一个能力来讲的话 那我认为说台积电未来的话 股价 当然是按照这个所谓的本益比 产业的一个前景 你说它一直涨一直涨 这个我是绝对相信 但是实际的一个操作 它包含这个人性的一个贪婪 好我相信你在这个礼拜 有打电话进来问过三档股票的 好这是所谓的台积电 好严老师有提出我中肯的一个建议 那你手中有鸿海的投资人 那你也不要放弃 那今天的鸿海的话 一样再创了一个破断的一个新高 好包含你有广达的 那我相信广达这档股票 我在节目里面也正式的宣告了 严老师的会员目前为止 正在操作广达这档股票 好那如果说你不是严老师会员的话 你就好就是用看你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对这档股票看法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大破断的一个操作了 好广达今天最高三百一十六块钱 好那股价一样在创破断新高 好我这边还加码两档股票 好这两档股票就是我们目前为止 投资人好这个目光所及之在 好就是两档的这个散热族群 好包含这个齐红也好双红也好 好那目前为止的话列入到我们未来有机会拉回 找买点的这散热的这两档指标性的股票 好提供给大家来做这个参考 好那今天的话总共有十档股票涨停板 那其实有些涨停板的股票我们在节目里面都介绍过 那有一些的话甚至我们会员手中就有这档股票 好有这档股票 那我们就直接先来公布 我们会员手中今天有两档涨停板的一档股票 那只要你是颜老师普通会员家族 还有包含这个单股会员家族 你在早上的9点54分应该有收到代号4729 4729银帽的一档简讯 这档简讯告诉你 那颜老师发了一个简讯恭喜你 好因为银帽上涨了2.9元 好那股价出现了所谓的亮灯涨停板 那他在收盘的部分 好也在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涨停板锁了5900张 那我对于银帽的看法 有两点 第一点 我们的普通会员跟单股会员 至少在今天的收盘价32.05元 这个地方是赚钱的 如果说你按照老师的简讯 银帽操作有赔钱的 麻烦你直接打电话进来 好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银帽的一个股价在下个礼拜 银老师有重大的一个讯息 会去做出一个发布 所以说你不是银老师的会员 你不要听到广播节目 你就认为说 这个老师对银帽有看法 那其实的话 这个就是 银老师针对我们的会员 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 没有办法说针对 不是会员的投资人 那我所公布的一个讯息的话 银帽这张简讯的话 在早上9点54分 发给银老师的一个普通会员 跟单股会员的家族 我只是纯粹拿出来 跟我的会员来拿出个验证 就是说你们有参加银老师会员 你是这两期会员 你到底有没有收到 你到底有没有操作 你到底有没有赚钱 我是要验证这个 那我对一张股要看法的话 在今天而言的话 我是先行做了个持股虚报 那要卖的时候 那银老师会直接通知 我们的会员家族 至少在今天银帽的操作 我们目前为止是大获全胜的 大获全胜的 那当然这个黄连勋 谈到这个机器人的上级 对不对 那这个最近机器人 有没有上涨 有 但是局限于 最强最标的两档股票 那当然你是其他机器人的话 我就不敢跟你讲了 那真正机器人可以大涨的股票 低档股票 我相信我在节目里讲很久了 代号他是1595的 这个叫川宝 川宝 川宝今天不止涨停板 而且他涨停板锁了三万七千张 三万七千张 那这个股票其实 我在节目里一直很强调的 跟大家讲 他有转机 他是属于一个潜伏底 不价目前为止翻了一倍 那投资人为什么他不敢买的原因 其实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他认为这个股票 其实他业绩财报不是很特殊 那当股价涨上去的时候 他回档修正的时候 投资人就认为说 这个地方大概已经涨了差不多了 那一直到股价到今天为止的话 他翻了一倍 这个时候投资人的话 他才会相信 我相信很多的投资人在 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都会碰到这种情况 但是有一个地方 我请大家一定要参考一下 川宝目前为止 这张股票卷空单的部分 高达2200张 他的融资大概只有3000张 那是不是超过了 研老师在开盘巴法 跟多空阴阳线手 告诉大家卷子币 超过多少 超过几乎百分之50以上了 我说过30就要注意了 40准备嘎空了 那50怎么样 50就等于是没有救了 这个川宝 未来会嘎空单 我不敢讲说嘎空手 他嘎空单的一个效果会非常大 那今天的话 一开盘的话 大概开在平台 开在这个大概 2%到3% 那大概一个小拉回 以后就马上就上去了 那涨天速度也是很快 那其实未来这种股票的话 如果说你要参与的话 严老师也会想尽办法 找一档股票给你参与 这是我们目前为止 机器人商机里面 这个最强最强的一档股票 叫川宝 那股价也有所谓的连续性 那也有所谓的未来性 那未来的话 这种股票我觉得 都能够做到一个 所谓的大获全胜 大获全胜 那我们来接下来看到 有一档股票叫做大银维 大银维 大银维 有人不知道代号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他代号是多少 来4576 4576 那大银维发生什么事情 那你不能说老师 今天亮灯涨力满 对不对 因为他开在平盘 他甚至打到平盘以下 只要说你有持续注意这档股票 其实你今天要进场布局 其实非常简单 我再声明一下 这档股票跟川宝是一样 他一样有转机的题材 他一样是做机器人的 那今天的话 绝对可以进场布局 而且今天所涨停板的 一个档数跟加数的话 不会输给这个川宝 不会输给川宝 川宝是锁了三万七千张 那4576的大银维 他锁了两万六千张 但是大银维的话 其实这样股票的话 他有个好处就是说 今天早上一开盘 是开在平盘以下的 你是有机会去买的 你是有机会去买的 那困难度的话 就是说这个股票在创高以后 他在高档区 他不断的做所谓的震荡整理 震荡整理 那这个地方其实的话 你就是要以所谓的筹码面 跟所谓的成交量 来看待这个股票 我认为是比较会看得准 那这个都是我们今天 比较强势的一个股票 那包含这个3354的 这样股票是PCB的一个绿胜 绿胜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连续上涨 小拉伟今天的话 再度的接近拉到所谓的涨停板 盘中有来到涨停板 那尾盘的话 大概就是上涨7%左右 这个都是我们目前为止 看到比较强的股票 包含这个5481的新华 之前的话 也是把这份资料送给大家 我认为目前为止 新华大概还是没有涨完 还是没有涨完 这是今天所谓的 强势股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今天的一个大盘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除了台积电以外 其实全职股的话 它所代表的 就是说资金的一个动能 然后目前为止的话 也会影响到外的一个大盘 这个中间除了 这个金控股里面 玉山金 永丰金 富邦金 国泰金以外 那你还是要持续去注意到 其他有些全职类股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元大金 以外的话 还看到所谓台达电 台达电跟联发科 钢铁股里面有所谓的中钢 包含我们在节目里面 一直跟大家所谈到的广达 其实今天的广达创新高 你说老师我想卖掉 那应该都是赚钱 因为广达今天的话 再创波段新高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说广达未来 有机会来到400块 那你在300多块的一个价位 你卖掉的话 那你未来会不会后悔 这个问题的话 让大家好好的去想一下 那小型股的部分 其实我们一直很注意 这个2363的系统 系统的话 今天股价不错 那上涨了4% 以今天的一个收盘价的话 已经在创了一个 波段的一个新高 因为今天收盘价是80.4元 80.4元 那这个地方我认为 它仍然是走水的多头 仍然是走水的转机的一个题材 那股价的话 目前为止的话 我是认为说你不用去追价 任何的操作你都不要去追价 你还是可以利用 一个拉回的一个买点 那大概昨天 叶老师在节目里面 我就跟大家非常强调 多头指标里面 包含这个台积电 红海广达 那散烈股的双红跟旗红 还有包含这个AI的一个PC 为什么昨天特别强调 因为这个大盘 对不对 在所谓的台积电 法说之后 昨天台股的一个盘后 旗子的一个交易 其实它已经反映出来了 大概就大涨了 下午的话大概大涨300多点 到了尾盘的时候 就收完盘以后 大概就大涨500多点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你从这些所谓的衍生性商品的 一个所谓的开盘的一个时间 跟它所代表的意义的话 我相信都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那胎子期目前为止的话 也转为正价差200点附近 那今天的消息的话 应该都是讲台积电 它进行所有的全球扩张 全球化 包含这个先进封装 这个多头 并进 包含这个第三季 这个一天 可以赚到35亿 那它用这个行动词的话 这个非常贴切 你有一天赚多少 那我们投资人的话 就有一个 这个比较的一个标准 那如果是你就单讲说 这个获利多少钱 这个有时候投资人 搞不清楚 数据的话是3252亿 如果讲EPS 12.54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接受 前三季的话 美国存益的话 也是高达三个股本 那当然这个消息面告诉你 这个魏泽家 他说未来五年 那他认为 这个台积电 他所代表的 一些产业的前景 未来五年怎么样 他不是用这个 一般的一个形容词 他用了三个很特别的 三个字来形容台积电 未来五年好到爆 因为台积电目前为止 已经创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 最后的一个存益的话 也超过了3000亿 所以说魏泽家先生 其实他之前是一个学者 那我认为他进入到商业之后的话 他的诚信度是非常非常高 非常高 我认为他的话 可信度的话是非常非常大 那至于说你 其他专家他所谈到的台积电 其实你可以从所谓的台积电 ADR狂标来研判说这个大盘会来 有没有机会到24000点 我认为是应该是没有问题 至少从第四季 那今天你不管 看到张也好 看杂志也好 都是台积电 但是这边的话还是有个消息 必须要跟大家 奇怪这个货柜的部分 它又开始塞缸 那既然有这个消息传出来的话 那北美线的一个部分 那运价的部分的话 它也开始准备要起涨了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说 它的需求量增加了 那船舶的话是减班 所以说一般研判的话 就是所谓的附加费 它增幅的话大概是27% 这个对于未来的行业内股的话 我相信是一个利通的一个消息 但是股票操作的话 还是要回到这个所谓的发动点 这个很重要 那未来现在的一个大盘 请注意 电子股做主流 那带动所谓的金融股 这两个双族群 一步的往前走 再跟所谓的传产 钢铁跟航运来做出个轮动 所以说未来的行情 会越来越好 那魏泽家用所谓的好道报 严老师 一样用三个字来 那行动超级好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选对主流买对股票 一定能够大赚 那未来的大盘的话 会进行所谓的搭控在沙多 这个地方的话 操作的节奏 一定要很清楚 那智慧型的手机 那目前为止包含苹果三星 小米跟华为的话 在本季的话都有新品出现 所以说商机是无限的 那严老师今天的话 也因应大家的一个要求 我们就开放一档全新的一档标股 我也希望说大家 借由这次的一个机会 能够做到反败为胜 能够跟上严老师的脚步 那全新的标股 我们今天就全部都开放给大家 要今天大家完成登记 严老师也会给大家最大最大的诚意 好康都在广告里面 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其中 好 感谢老师咯 继续迷移的跟大家分享 大盘的一个观察 还有类股的变化 同时呢 还有家族朋友掌握到的股票 好 也恭喜恭喜了 老师呢 银帽的部分 涨停板非常的美 那么家族朋友记得了 就是呢 要听老师的讯息来做进出 那么当然有其他未经之事宜 其他想要了解更细节的部分 都可以利用稍后的资讯 当然更关心的 就是老师说 有新的好股哦 待会呢 就会开放做登记 大家要仔细的聆听把握 时间关系 再次感谢我们耶一米老师了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 听众朋友 一定很想要知道 严老师预备的全新的标股 这一档股票呢 据我所知是底部的股票 而且老师呢 邀请大家 一起来重压的单股所单哦 今天开放报名 来电留下联络方式 届时将优先进场来做布局咯 限额前50名 报名专线 速播02-2321-9933 02-2321-9933 或者是加入好友LINE的ID 小老鼠 小写的A518 小老鼠 小写的A518 重要资料都在里面 一定要加哦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那不是我肯教过的 我肯教过的 预付